中心社雅加达9月2日电记者王祖敏 雅加达亚运会2日落下帷幕 那些为中国代表团赢得荣誉的明星们 将成为不少人在下一个四年回忆这次盛会的肢体 普为中国队总教练郎平和队长朱婷向观众挥手致意 中心社记者侯宇社朱婷 女排冠军成员在赛场上 她的每一次挥毙几乎都置人于此地 在赛场外 她的人格魅力又使她成为最受对手追捧和尊敬的人 从世界杯到奥运会 从试剧杯到大冠军杯 她拿遍了所有世界大赛的MVP 但她仍然看重手没亚运金牌 因为她趁每一次拼搏都值得珍惜 孙杨或男子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 四枚单向金牌 两枚接力银牌400米自由泳冠军 孙杨中心设计者杜杨 设八年前的广州亚运会 她是获得两枚金牌的新星 四年前的人穿亚运会 她是三冠加冕的明星 如今她已是被踢上自由泳之王标签的国际巨星 三届四冠三届九金 27岁的她仍然在运动生涯的黄金期 占满东京奥运 她的家乡杭州有望成为四朝元老 但她改写中国亚运是上个人金牌数记录的舞台 田敬男子百米冠军 苏炳天 中心设计者杜杨 设苏炳天 田敬男子100米金牌 2015年 她在国际田连钻石脸赛 中跑出9秒99 成为第一个跑进10秒内的中国人 今年她两次跑出平亚洲记录的9秒91 成为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黄种人 如今 她在以9秒92打破赛会记录的成绩加冕亚洲飞人后 又定向未来的小目标 向着9秒85靠近 徐家瑜庆祝夺冠 中心设计者刘官官社徐家瑜 获男子50米 100米 200米 杨勇三枚单向金牌和两枚接力金牌赛前 她发出包揽参赛五金的好眼 当不少人以为这只是一种态度 甚至是一个噱头时 她却当成了承诺 并在勇士里一个一个的践行 最终 她如愿获得五枚金牌 成为中国军团的多金王 面对东京奥运 这位是锦赛男子100米扬勇的新科壮恩 又发出夺冠宣言 让人对两年后的剑诺时刻充满期待 徒为周琪洪在比赛中拼抢 中心设计者侯宇 设周琪 南南冠军成员四年前 她还只是一个18岁的亲自小兵 经历了中国南南最惨痛的失利 背负了亚运史上的最差战绩 如今 以加盟NBA的她成为亚运南南赛场内线的统治者 以为金牌是她成长的见证 蒋婷婷 蒋恩文 中心设计者杜扬社蒋恩文 蒋婷婷姐妹 花样游泳双人金牌 在广州亚运会 蝉联花样游泳双人金牌后 姐妹俩宣布退役 嫁人生子 时隔八年后回归亚运赛场 以32岁的辣妈组合仍在巅峰 他们不仅为中国花游 实现了该项目的四连贯 也以六枚金牌术 成为花样游泳项目上 获得亚运金牌最多的选手 徒位樊振东 中心设计者刘官官设樊振东 乒乓球男子团体 和男子单打金牌 四年前的人穿亚运 17岁的她虽然获得团体冠军 但在男单决赛中 赋予队友许新获得银牌 两年前的李约奥运 作为国平替补队员 她最终未能获得上场机会 如今 已约居男子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她 再以两枚亚运金牌 加重了她出战东京奥运的砝码 8月29日 在亚加达亚运会女子 双人三米盘比赛中 中国选手施亭茂 昌雅尼多的金牌 中心设计者渡洋施亭茂 跳水女子单人三米跳板 和双人三米跳板金牌 在李约奥运会上 她包揽了女子三米跳板的 单人和双人金牌 奠定了中国跳水女队领军人物的地位 如今 已27岁的她成为中国跳水队真正的老将 带领着年轻的队友为中国跳水实现 那连续十二届亚运会的全包揽 并以她的经验和稳定 将老演绎成了财富 图为王珊珊带球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王珊珊 获得女足银牌 容英金靴 她既是半个小时 那连续洞穿对手大门的九球天后 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中 两次打入制胜球的关键线上 六场比赛攻入十二球 她当之无愧的荣英亚运金靴 那枚因遭遇绝杀而失之交臂的金牌 也成为她在未来赛事中的期待 董洞 中心设计者刘关关社董洞 获得男子洞床金牌 在她的三届亚运会上 她实现了三连贯 在她的三届奥运之旅中 她集齐了金银铜牌 其中伦敦奥运的金牌成为她的高光时刻 技巧性项目的运动生命相对短暂 但她仍然憧憬着东京奥运会 希望以31岁的高龄赛获一枚金牌